到面上一桌還有一桌的菜料 最小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吃烤的鳳梨行蹤 無關是湯餅還是炒飯還有吃的 還是客家人好看又好吃 這就是鳳梨料理是在南相隔離 我們當飯店來收聽到台灣鳳梨 所推出的鳳梨香眼 那在鳳梨生產之間 我們墜月樓中餐廳的許忠賢師傅 用我們觀廟在地的鳳梨 來推出一系列的鳳梨料理 那從今天開始一直到5月30 在墜月樓都可以用單點的方式 都可以品嘗得到 在我們飯店10樓的buffet餐廳 遠東咖啡自助餐餐廳 在活動期間一樣 我們在午餐跟晚餐 也會有鳳梨的創意料理論翻上陣 自三月十八盒開四到五月三十盒 只要到湯東飯店的墜月樓 還是住座餐廳來用餐 就可以拼送到為民生這些料理 大家都吃到烤鴨 很多人喜歡吃烤鴨 在這個細節用我們的鳳梨包裹裡面 它酸酸甜甜的搭配我們的肉 烤好的很多汁很烤好的那種餅皮 這樣吃下來它的味道非常的鮮甜 除此之外還有例如說鳳梨古瓜雞 鳳梨炒飯 為什麼要推鳳梨炒飯 其實鳳梨炒飯其實大家可能就覺得 越簡單的料理其實真功夫就在裡面 它對著用的鳳梨來入菜 鳳梨炒飯 許忠賢就說變化這些菜做也很簡單 只要講到整個屁股就可以吃了 鳳梨入菜其實蠻簡單的 你要注意就是水果的菜 你就是盡量不要讓它太早下去 除非是說燜雞啊它就是要一起燒 要很大份鳳梨的菜 就是在最後要起鍋之前再下那個鳳梨就好了 鳳梨炒飯特別來喜歡到鳳梨蝦球做法 將這個蝦子來接開到咖喱片之後 南上到兩隻用隔粉下去來炙 然後加到煉乳跟鳳梨吃 跟蠟梨吃沙拉醬丁丁丁的酒料 在本本來就可以來完成了 你要來拼上到這就是鳳梨的料理 也可以到我們東飯店中五千元的料理一邊吃一邊 南篇新聞 等一下 大家看一看好不好